非常高兴今天邀请四等一班行政警察的上榜生前咨询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上榜心得 那小编想要先请问你为什么想要当警察呢 因为就是我们家算是军公教的家庭 对然后我两个舅舅都是警察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就很鼓励我就是去考警察 那想请问您选择高见的原因呢 因为爸爸跟主任就是算是旧事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决定要考警察的时候 爸爸就是就想到说主任是在这方面就是蛮厉害的 所以他就直接联络主任然后就来报名 那请问您在被考的这段期间有在工作吗 如果有的话办公办读期间有遇到什么挫折吗 其实一开始来报名之前我们是有打工的 对然后来报名之后呢主任就是说如果要想要尽快上榜的话 就是他觉得全职才是比较好的就是对读书方面是比较好的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报名之后就赤子了 对所以后来就变成全职考试准备 那请问你在全职被考的时候中间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后来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式呢 问题喔应该就是会读到觉得很怀疑人生吧 对然后就是就是觉得说成绩好像就是会卡住 就是没有办法再往上面就是成绩再更好一点这样 然后但是后来对我还有一次生论题没有写完 然后别人都写得完但我写不完 然后每次我就就是我就觉得啊自己就是有点差劲 对然后就是后来后来就是调整自己的就是 呃要怎么讲 我难了可以卡住吗 没关系我们剪掉 你真的会剪掉 就是就是就是后来就是调整自己练习 就是写生论的方式对然后就是有祭祀 或者是或者是就是更加熟练那个提醒这样子 那请问同学高见课程对您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还有您在这里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呃高见的课程吗 我觉得就是老师他们都是呃会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 对就是不管是在呃十四题的上面或是补充讲义就是我觉得他们都会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去就尽快的去吸收那些东西 然后嗯就是还有这里就是因为这里是小班子 所以就是同学之间还有同学跟老师或是职员之间的关系就是我觉得都是那个融洽我觉得是别的不习惯没有的 那请问一下您有特别想要感谢的老师吗 我觉得每个老师都很值得感谢对就是因为就是就是第一年准备警察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是陌生的但是老师他们就是很很有耐心的讲解 也不管是课程或是题目就是他们都很很用心的在教然后也会乐于帮助我们解惑对所以我觉得每个老师都是很值得感谢 嗯那同学您可否分享一下这一年的准备的心路历程呢 然后想要对接下来的学弟妹们说些什么吗 心路历程嗯我觉得就是好好跟课然后就是嗯中间可能会有瓶颈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选择一个 让自己可以输压方式的就是方法对然后或者是让自己出去户外走走然后再重新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回来就是就是在回到读书的状态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可以再重新吸收更多的东西对然后就是好好把握最近大招的 本来的课程对 näm 那谢谢潜兹全同学的心得分享再次恭喜您上榜路哦耶mmm 哈哈哈 好 啊 declare 好